日本队为何不参加冬奥闭幕 美媒当天发现不对劲 真相曝光太意外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那么说一下最新的 日本队不参加闭幕式的一个情况 大家知道 那么现在的北京冬奥会 就是圆满落幕 那么我们回顾本次 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 可以发现也是有一些意外的一幕的 比如说在当天的闭幕式当中 很多运动员在一个合照环节 是久久不愿意离去 在主持人包括志愿者的三番五次的催促之下 依旧是停留在现场 和各国选手非常happy的在玩乐 在这个蹦迪并且进行一个合照 导致整个这个流程 也是延迟了半小时 当然其实这一幕虽然意外 但是也是非常暖心 能够体现得出来 这些外国运动员在这里非常享受 也是彻底爱上了这里 才会久久不愿意离去 在最后一个疯狂的夜晚 和大家一起进行开心的合照 当然其实在当天晚上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 那么有部分的日本队的运动员 并没有参加本次冬奥的闭幕室 而且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初呢还是美国媒体 在当天闭幕室的一个下午呢 给报道出来 并且他们是首先的发现了不对劲 在网上报道提到说呢 有部分日本队的队员呢 已经是提前了坐上飞机 回到他们那个国家 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新闻和报道出来之后 其实真的是让人非常不解 为什么这么多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如此享受 但是这些部分的日本运动员 却要提前回国呢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当天还是有日本队的队员呢 出席了这样的闭幕室 但是呢并不是全部的人员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急着回国 到底是对本次闭幕室的安排不满意呢 还是说他们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的 很多人都想知道这其中的一个原因 而从目前根据媒体的一个报道分析来看 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真正的一个真相 那么可以说这个原因也确实让很多人呢 都觉得是相当意外的 那么对于外界都觉得说 这次是不是部分的日本队的运动员 不满意本次北京冬奥会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是不存在的 根据了解这次他们之所以有部分的人呢 提前离开的话 是因为航班呢安排了一个问题 日本队这边呢也是安排他们呢是有序离场 虽然也是分几批呢离开了中国 所以这一次的话可能有些队员 并不是特别的一个热衷 或者说并不是特别的想去参加闭幕室呢 那么这些队员呢 就会在安排之下提前回国 而且说实话 即便是他们想参加的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严峻的情况之下呢 为了自身的健康安全考虑呢 他们还是得服从团队的一个安排 服从澳主委的一个安排呢 提前离开中国 所以可以说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样的真相之后呢 肯定都会觉得相当意外的 毕竟呢 其实并不是日本队这边呢 对我们这边举办冬奥会有什么不满 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一些安排的原因呢 导致不得不提前离场 当然其实啊 对于这一次啊 日本队对我们北京冬奥会的一个态度呢 我们通过之前的一些采访 包括一些运动员的表态 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喜欢中国 非常喜欢本次北京冬奥会 首先是与生结弦 这次啊和我们的冰吞吞呢 玩的是相当开心 而且在采访过程当中 他也表示说 这是他参加三届冬奥会以来呢 最高质量的一届 那么除此外 我们也看到的话 包括另外一个啊 短道数滑的运动员呢 也表示说呢 他在回国之前 还特意用中文呢 写了一封感谢信 感谢这里呢 服务周到热情洋溢的这些志愿者 并且表示自己会努力学习中文 争取以后呢 能够从日本来到中国 继续和大家交流学习 所以其实啊 从这些两个顶流的一个态度来看呢 就能够看得出来呢 他们日本对整体的一些运动员 对本次冬奥会之旅呢 是相当满意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 我相信他们呢 全部都愿意去参加出席 这次并不是 只是很可惜 这种也是因为 现在的一个特殊情况呢 导致不得不提前回国 也确实是一个很惋惜的结果 那么之后啊 我们也希望他们有机会呢 真的能够再次来到中国 再次常驻 能够好好享受和认识这一切 好了 本期的量载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